哈喽 朋友们好 我是流浪傻妞 咱们现在是在云南西双版纳 有人说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夜市 也有人说最大在曼谷 不管哪个是最大的都影响不了我开房车去旅行的心情 虽然咱们现在去不了曼谷 但是这个夜市绝对要比曼谷的夜市殆尽 这里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高庄夜市 也叫星光夜市 来到夜市第一感觉就是 哇 这里好美 哇 这里好多人 欣赏美景的同时 这里呢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这种像这种手工画制的小像 确实很美 但是有点小贵 还有就是夜市里的这个烤串 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当然了 这里的物价还是稍稍有点小贵的 像这样的一串肉就需要35 不管了 咱们先来一个小的 先尝一下LOTA 品尝美食的同时呢 咱们还可以来欣赏一段优美的歹族舞蹈 来星光夜市有一样是必须要吃的 那就是他们代家的这个特色春鸡脚 就是把那个鸡爪子给它糊熟了 把骨头给它弄了 完事呢 搁冰框是给它冰上 然后呢 就是放点什么土豆子呀 胡萝卜呀 然后粉皮了 黄瓜丝了 豆角的了 辣椒 蒜呢 姜呢 那妈其道一些料 完事搁这个窝窝里头 家家伙气喀喀一顿怼 怼着粘着糊的 完事呢 再搁好点柠檬 最后呢 就是出锅了 你们是不是想说 这样是乱搞 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我告诉你们 不会 因为我吃过 它的味道呢 是有点酸酸的 还有点辣 有点凉凉的 放了柠檬 有一股清香 味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 有点像咱北方的凉拌菜 欧兰美食也吃完了 带你们接着去溜着去 在整个夜市里 我撒忙了一圈 这里屋价最低的 就是这些花花绿绿的衣服了 不仅漂亮 而且还便宜 还有一些异国风情的味道 非常的漂亮 我还买了好几身哦 这波一回头 二爷妈呀 两个小朋友在这里敲鼓 哎呀 歌声还是非常美的 这是一顿轮风胎 男孩是哥哥 女孩是未美 听完了小朋友们的手鼓 咱们来来听听这个大朋友谈的怎么样 哎呀妈呀 我发现了 这年头啊 没有两 没有两把刷子 还不能在江湖上混呢 要想在江湖上站稳脚步 必须得有点技能啊 这个夜市上还有最美的一道风景 嗯嗯 就是这些大漂亮们 漂亮不 哎呀妈 你这在大冷天的 穿着老嫂 搁着跟阿姨站呢 各顿摆呀 各顿拍呀 其他操阿姨可可呀 哎呀 这是为了青春美 宁愿东大腿呀 不过说真的啊 确实是非常美 来这个夜市拍一套写真 还是必然要有的啊 要不然的话就白来一趟了 好了 不说了 我也为了青春美 冬子不后悔 我也准备去拍他一套 咱们先找一个店选上一套衣服 嗯 这里的是199带化妆带衣服 给你搞一套写真 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的 衣服是随便挑的 好了 不多说了 我已经选好了我的礼服 现在我要跟着小姐姐去换衣服 嗯 你们呢 就先欣赏一下这里的夜景 你们想不想知道大家妞换上这样的衣服 出来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呢 哎呦 拍这个照片还挺累人的 来回来回不停的走不停的转 一会儿拍完了以后给你们看成片啊 所以哎 好来加栏多哈 把你的角度啊 把钱都好 把钱都好 给大家我喝酒喝个酒 今天我来臭美 陪我一宿 转转 陪着半酒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的 镜头 来这边也没完啊 我跟你说 多指点 看一点 话对 好连我右边撞右边撞 哎漂亮 很好再来点 你用主要是拍到天吧 上相 看正眼吧 一般眼 看我这脑袋上顶着这个东西 有没有感觉怪怪的 没办法 好 没你 对对对的 很好 您不动 我瞧一点 找到您的脑袋 来这个西藏环纳这边呢 一定要拍一个旅拍啊 就是像我这种的 特别的有意义 要不然白来了 这个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夜市 非常的漂亮 来个来了 就拍一个照片留个纪念 哎呀 我跟你说 今天特尴尬 那么多漂亮的衣服 我都穿不上 因为我太胖 哎呀 我的妈呀 你看后面连塔的灯都灭了 但是这边这边啦还是亮的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十二点了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的十二点了 拍照确实是挺受罪的 为了青春美 冻子不后悔 为了青春美 永远露大腿 这最糟的一会儿大 我现在腰都疼了 好了 现在回去把衣服给他们脱下去 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是流浪傻妞 一个喜欢到处最流浪的小丫头